大家好,我是Stan 2021年10月13号 是让我们都心碎的小巧音的一周年纪日 虽然已经都过了一年 但是只要提到这个名字 还是会有很多人觉得特别心疼 但是现在却出现了利用巧音来赚钱的YouTuber 而引发了争议 今年5月出现了一位自称是巧音爸爸的YouTuber 他常常出现在追踪巧音的现场进行直播 说是要设立巧音纪念馆 要求订阅者们来赞助 而目前为止通过直播已经募集了2600多万 但是因为他是使用个人账户收款的 而且赞助所获得的钱 很多都使用在个人消费上 所以就引发了网友们的争议 但是对于网友们的这个争议 这位YouTuber通过直播表示 我吃酱油蟹也好 做什么也好 我会做我想做的所有事情 为什么 是你们赞助我让我做那些事情的 大家一直以来赞助给我的钱 我都用来吃好吃的 给车加油 也吃酱油蟹 也买肉吃 我很喜欢吃肉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订阅者们是怎么说的 他非常有心动力 因为要快点落实这些计划 所以需要给自己动力 才这样消费的 我是一点都不会怀疑他 他之所以会受到部分网友们的支持 是因为之前他公开过 巧音的养母在狱中写的信 对 就是我们之前看过的那封信 那么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才想要成立巧音纪念馆的呢 在巧音事件之后 我觉得不能只是哭泣 我希望从远方来的人 可以在这里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 这样他们以后才会常常来这里 但是在今年年初 环绕在巧音墓地的追悼人带来的礼物 一部分是捐给了孤儿院等地方 还有一部分则是被这位YouTuber 拿到了自己的巧音纪念馆里了 甚至连令牌也拿走了 然后在8月份的巧音纪念馆的开幕式上 他准备了贴着巧音照片的咖啡车 做了贴着巧音图像的面包 然后也在巧音纪念馆穿着印有巧音图像的衣服 喝酒跳舞甚至还进行了吃播 对此他表示 大家不要看别的东西 只要想着巧音就好 虽然说这个地方是开放给大家的 然后关于赞助金他表示 之前一个月会有500万左右 现在只有230万左右 这都是善的影响力 因为并不是很大的数字 所以用我的个人账户也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他表示 说实话没想到正义会变得这么大 我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也没想到大家会这么攻击我 总之我好像是渐渐变成了怪物 然后他通过直播宣布 会停着经营YouTube频道 但是到了第二天 他换了个频道名后 重新开直播表示 会继续发挥善的影响力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为了巧音获得赞助的话 应该是要为了巧音使用吧 怎么能说是自己的呢 你是人吗 你要追掉巧音的话 不应该是用这种方式 为什么要利用死去的孩子玩游戏呢 从出生到离开 都要这么被利用吗 是被剖弃了两次后 痛苦离开的孩子 你竟然喝酒唱歌跳舞还开直播 就是有赞助的一群奇怪的人 所以才会这样不要脸的利用别人的不幸来赚钱 巧音养父母的上述审理会在11月初照看 我会继续为大家追踪巧音休息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又开始抽携IU的赖蛤蟆 在上次的IU专辑Celebrity公开预告海报的时候 这只赖蛤蟆马马上就一模一样的抽携了 而不只是专辑海报 就连IU代言的烧酒海报也一模一样的抽携了 结果在这次 IU公开新专辑Celebrity moon的预告海报后不久 这只赖蛤蟆又抽携了 甚至这次还抽携了MV 但是看在两个人有拍过合照的份上 粉丝们就不要太生气了 太好笑了 真的很有诚意 请若对IU是真心的 还一起拍照了 看来是知己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混合在一起 就是呼吸很爱粉丝们的意思 所以 葱花 I tell you This time I wanna rock with you Moonlight Hit바람 will shine on you To ice MODEIN素材 MODEIN素材 NORH